嗨,大家好,今天又要來推薦一款 算是評價寫款 那其實我會買它是因為 它是在NewBenz網站上面最多人評分,而且分數 就是客戶的review裡面評價最高的一款 它的代號是 ROV 那 話不多說,我們就來開箱吧 那我買的這款是在台灣可以找到的 MROAVTK 那我一樣是買 大半號是 黑色的 那這個定價是 3080 3080那其實實際上 入手的價格大概在2300左右 那這款就是算比較 舊的款式,那在美國那邊其實它一直有出污性的款 更新的配色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說明 差異在哪裡 那就來開箱囉 這是在網拍 Yahoo 購買的 所以它有附一個 賣家的說明 好 它就是一個運動的鞋款 不是很懂為什麼嗎 只有一腳有做這個 支撐的設計 有點難嗎 好 那ROAVTK 它其實就是一個 跑鞋 那它的這個 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它這個 中底 我現在拇指摸的地方 這個 摸起來有點軟的中底 然後 這一款應該是 它的代號應該是 T-SHIRT 那 它的特別點就是它的 後跟這邊就是有一個 這樣 凸起來一個特別的形狀 那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小的 標籤這邊有寫著ROVE的字樣 那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標準的運動 跑步的鞋款 然後它的鞋帶是這種 圓形的鞋帶 那前面這邊有NUBIANCE的字樣 然後鞋舌除了這之外 就沒有其他特殊的標籤 然後另外一邊 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對稱的設計 那這個應該算是 穿起來是比較 貼合的鞋款 那我自己本身是 沒有穿過了 所以才好奇買來 開開看 那鞋墊的話 就是一樣有 ROVE的感覺 那不過這個 摸起來它其實應該是算是一個 很薄的鞋墊 我不確定這個 它的 耐震力好不好 或許也可以換鞋墊 試試看 然後看一下裡面這邊 這個 裡面這一塊摸起來是 蠻露亂的 有點難控制 好 好就大概是一些資訊 這樣子 然後 這一雙是 看起來是 2020年製造的 好 因為靠過 手機鏡頭有點看不太清楚 那 不過 沒關係之後 有什麼 感想 我在那個 說明欄那邊補充 然後這一款呢 就是 被 評價為最舒適的款式 主要是它 就是很舒適 好穿 那 不管是運動 或是說當作 走路鞋都很好穿 那 ROVE的 最大特比 就是這個 中底 這個形狀的中底 它出了很多款式 像是 Backpack 或是 NXD 它的中底都是這個形狀的 那不過它這個 好 看一下它的 這個大底 就是有一個 呃 這邊有一個比較 不對稱型 比較集中的設計 那其實這大底摸起來是有點硬的 那 呃 它 既然是被 稱作為是最 舒適的款式 所以我想應該 穿起來也蠻好穿 而且應該也很透氣 那腳桿我會再 update到 說明欄那邊 就大家 看到影片的時候 可以再回來 說明欄那邊看看 我對這個腳桿的 詳細說明 那我們再大概 尋一下 這個 斜著 外 外觀 這樣子 那在美國網站上面 就是它一直有出 新的配色 因為它是一個 賣得很好的款式 那除了D 旋之外 它還有出 21的旋頭 然後 可以做很多 搭配跟選擇 那當然有些新的顏色 那相對在 台灣的話 就是 可能這一款 我猜應該是 賣得很好 所以今年 就 可能新款都沒有 引進進來 反而是 進比較特殊的款式 那 我本身是對這種 大家說好穿的鞋 都有一個 好奇心在 所以就想說 賣回來試試看 那 就是 會再update 那 穿的感覺到 說明欄那邊 那 請大家再有空回來看 好 那今天這就是 ROVE的介紹 那有 計劃請大家多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 如果想知道更多 NEWBENDS相關鞋子的訊息的話 也請多關注這個頻道 那有空也可以多看 我頻道上的影片 也歡迎您留言跟我討論 或詢問我關於 鞋子 NEWBENDS的問題 好 謝謝 收看 拜拜